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日本燈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5號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這個蝴蝶蘭 不是這個蝴蝶蘭 這個蝴蝶蘭我們只是稍微讓他欣賞一下 這個是一個台北花友 他拿給我搶救的大概 估計可能是第二批搶救的蝴蝶蘭 影片連結我們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那到現在他已經有花 那這還是香的花 給大家看一下 參考一下 讓大家聞聞看有沒有那個香氣 真的是蠻香的 我們今天主題不是要拍他 我們今天是要來介紹旁邊的這一株 帶大家來看看 那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一株 這其實有 你看 從上到下整排的蝴蝶蘭 這也是台北花友給我的蝴蝶蘭 拿給我搶救的蝴蝶蘭 這個是第四批的 第四批的影片連結我們就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其中有一株 剛好這一株 這株是屬於中間抽花梗的一個蝴蝶蘭 從中間抽花梗 抽花梗之後 上頂端枯掉 他居然沒有整個枯下來 當時我們預計 這株應該有可能會枯掉 然後從旁邊會分出側牙 但是他並沒有分出側牙 目前沒看到側牙 但是他的主花梗的位置 應該說去年的花梗的位置 又再抽出了一個新的花梗 給大家參考 來看看 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 來看一下 我們在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過 像這個中心葉子 中心的位置 這樣子從 從下面看一下 從這個新葉的部分 這樣抽花梗抽出來的蝴蝶蘭 影片連結我們就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那這一株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他在生長的過程中 已經花開完 開完以後 他就哭哭哭到這邊停止了 居然在這邊停止 停止之後呢 就從旁邊再長出一個花梗出來 側花梗 又長得旭花梗啦 旭花梗出來 那你會有些花 有可能會覺得奇怪 怎麼看到這個往後長 那其實這個板子呢 原本是掉在這後面的 因為它像光 光在我們這個位置 那我為了拍攝影片呢 我就從後面移過來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花 花梗往那邊長 當然你要控制它的生長方向的話 你可以考慮使用旅線 稍微搬正一下就好 搬過頭 因為你搬過頭 它可能這個花梗會斷掉 看起來很脆弱的感覺 你如果搬過頭 它就會 就斷掉 那當然啦 你如果說 不想讓它長 要減掉也是可以的啦 我們今天是帶大家來看一下說 這個 中心長花梗 然後又再續花包一個情況 那我們當然呢 現在的紀錄 讓你看一下說 這個母豬的狀況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記錄一下母豬的狀況 母豬到現在還沒有長出這個 側牙 我們預估它應該要長側牙 如果今年沒有長 估計明年會長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是要先做紀錄 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母豬的狀況 因為到了明年的時候呢 它有可能長出側牙的時候 你再回來再看現在的情況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這種情況呢 到時候明年會發生什麼事 才有可以做比較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 電視就會有很多 電視頻 我們可以教下來 免衛的狀況 然後再次看 我們可以做